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就是把盖盖起来 就这一锅要煮四个钟头 这个是我们家的一锅 我们一天大概三锅 就凌晨是给饭店煮的 然后早上那锅是店里蒙店去用的 下午这个一般是发快递 这个是我们店里阿姨 这个小肠是特色 店里的特色六合特色干肠酒 拿过来就是新鲜的 阿姨这个要洗几遍啊 要洗好多遍了 拿回来的时候还要弄盐啊弄料酒啊 打一遍 打了以后还要使劲的拆 使劲的就要测过 测过的以后洗干净了清水了 然后再下锅扎一条 这是扎钩的 这是下锅扎钩的 然后还要洗上几条 最起码四五条 小肠都是我们早上凌晨送过来的 我是没搞过 所以我问阿姨他们怎么搞的 他洗完以后还要绕 这东西啊就是在于洗 洗干净了就好吃 等他这边洗完以后 带你看一下干肠粥怎么绕啊 很少有人见过吧 就江苏这一带吃这东西 这个最后一遍来了啊 我来看看阿姨怎么绕啊 绕我也不会搞 都是我们阿姨在搞 主要是费势啊 洗澡水便清 洗澡水便清 他这个黏液会很多 小肠 而且小肠会洗到不黏啊 洗到洗到不黏啊 而且小肠洗不干净会有异味 就这样一遍一遍来啊 你看好东西都是费功夫出来的 后面还有好几层 这样每个都要洗好多遍 这个厂子哪热 我们这个厂子里面没得灵贴 灵贴多少人都不喜欢吃 对灵贴有点苦啊 有点苦 我两个小时才要得上去里面 你看啊这东西就是费时间啊 我们这个阿姨一个人工两个小时就能搞这么点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猪头肉啊 在煮的时候我们阿姨会搞这个小肠 去绕这个干肠肉 因为猪头肉嘛 六合这边煮的时间会很长 就是这一锅 慢慢的去蒙 我没得呢四点钟就来不好了 四点钟就开始就生来 生来我就开始清洗 到现在还别清洗好了 我们这个猪头啊都早上 凌晨就送来的 它整体还是比较干净的 我们送回来以后啊 刮刮毛 然后再填一下那个毛 把那个里头 有一些不干净的给拽掉啊 我弄的比较少 基本上还是我们店里两个阿姨去搞 因为我平时在外面时间多一点 基本上店里就靠我们阿姨 然后有的时候我老婆也过来搞搞 我老婆出出锅啊什么东西的 你看 我们六合的猪头它稍微偏大啊 整体还是很干净的啊 弄猪头一定要弄干净 就基本上就是靠干净 你看那种不干不净的猪头 有些地方那些猪头弄的 看都看不下去 一定要把毛去掉 你吃的时候你买猪头 啊你刚切鼻子你看上面那么长的毛 硬的毛上去你肯定不舒服对不对 尤其是搞卤菜 搞卤菜最大的精力啊 最大的核心就是干净 一干净 稍微卤卤都好吃 你看每一个猪头我们都弄的干干净净的 包括这个眼角啊 你看眼角要去掉 它这个有这个毛不好搞 要把它眼角去掉 你看你再近一点看看 没有一点点毛 时间到出锅 你看我们这个猪头啊煮了这么久 超级软烂啊 它的卤汤是很清亮的 它这个葱主要就是起曲心的作用 南京这边啊你看啊 一个头都偏大 它比很多什么岩城了啊 什么东台了啊 包括南通 还有很多北方还有一个头 你看它很厚 本身这个头就很大 因为这边嘛 它吃这个肥肉多一点 相对于它这个猪头肉的瘦肉啊拱嘴 这边肥肉更好卖 继续出锅啊你看 猪头真的是相当相当烂 有的时候勺子一拎啊它就断掉了啊 这个就是江苏南京六合猪头肉的特色 这锅好像煮的是七个 应该是七个啊 等它稍微凉一点我们就打包 拆骨头 横软了直接就一端就掉了 包括这个手套 都是食品级的 我们买的都是食品级的 这个框中转框 是放面貌的框啊 不许黑不许喷 这个是面貌的框 食品级 你看这个猪头稍微一拆 一抖 它基本上骨头就抖掉了 江苏南京的猪头肉 其实是全国啊 我经过那么多家猪头肉 最软烂的猪头肉 拆骨头相当好拆吧 都不用教你怎么拆啊 一抖就掉 而且我们这边猪头肉啊 它更注重本色 你看没有什么酱油上色 也没有那么红啊 刚出锅的猪头肉 站在旁边太香了啊 即使要说猪头肉啊 我算一个专家啊 我基本上算专家 全国猪头肉不下 七八十家我应该见过啊 我们六合的猪头肉啊 它的软烂是排在前面的 它的香味也是排在前面的 总体我感觉 南京的猪头肉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就是南京六合的猪头肉啊 我们是在外地的基础上 做了一点点改良 总体口味嘛 我觉得我们的口味 还是站得住脚的 白董之前做什么的 我之前做环瓶 在化工设计院里做环瓶 环瓶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啊 就是设计吧 化工设计 然后后来一二年下来 就做开饭店 小海鲜了 龙虾了都做过 海鲜做了有七八年 然后去年 因为疫情嘛 海鲜就是受的影响很大 然后我们这个猪头肉 其实做的时间并不长 做了有半年多吧 我们店后场离蒙店还是挺远的 每天都是小车带过去 也买不起五菱小面包 就是自己家喝的辣 这个是下午 然后这一波嘛 刚才讲了就是发快递 因为我正好拉到店里 它凉了以后封成小河 继续切啊 看这个猪头肉漂不漂亮 稍微凉一点就更好切了 热的时候不好切 我们现在继续封装啊 你看很软烂的啊 我们这边的猪头肉啊 热的时候根本不好切 只有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才好切一点点 特别有食欲 你看这边还有 总共是要发到130分 切好装壳 继续装壳 今天总共装了163盒 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 这是南京六合区长江路 短短的一条路充满了各种美食 而长江路最出名的当属这家李鼎记猪头肉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他永远是在排队 吃吧 来 吃吧 来 吃吧 拿再给那个小鸡肠子 肉还有啊 肉有 要多少 这个鸡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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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肠子 你要瘦燒 七十块钱 这七十块钱 。 六毫 还几千 老爸你熬杯咋的 今天要先去 今天要先去吃虎 今天要先去 今天要先去 分开来拌 来 好 去看这种漂亮的 你要多少个人呢 你去做 确定够二十块钱 二十二年,数据二十了 二十二年,你会说数据 把他耳朵也切了 不要,太大了 把耳朵给他切 再一块,不能吃 这个 这个还是计划进去时刻的 不行 不行 我们这个不需要这个 自己慢点手不需要 再想 慢慢过来了 是的 你从结论中摆 站的一撒就没停 手都没拉好 这不容易啊 我们经历了四十年了 一开始买一块钱去 没干净 还做了多少钱 这个人 你说不做了 这这么多是吧 肝肝酒没有了吧 没有了 还得了 我们做几十年了 真的是全国各地走 我们开始买一块钱去 你要说两块钱 就两块钱了 就两块钱了 真的是全国各地走来 全国各地 一块钱一块钱 我的工钱不签 出上分 啊 不分上分 一块钱分上分 不签 这个就不签 有了